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华会计网校 那么我们接下来学习2019年资产评估相关知识 第二部分财务管理知识的串讲班 那么串讲班我们依旧还是维绕着教材 一共财务管理部分六章的内容 给大家进行主张进行梳理的 但是我们这个串讲的内容呢 也只是围绕着我们教材的主要的考点 进行给大家再一次的梳理的 我们一定不是那么面面俱到的 主要的考点我们给大家梳理到 作为大家这种基本的文字性的选择题 或者说计算题要给大家进行掌握的 好了,那么下来第一章财务管理的基础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那么第一个考点就是财务管理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财务活动 那么我们的财务活动呢 是围绕着跟资金跟钱有关系一类的 一系列的活动展开来的 包括我们讲的筹集资金 然后投放资金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钱投到哪去了 那么运用资金以及分配这四个方面 大家简单关注一下 然后财务关系呢 那么我们讲这个财务关系呢 是围绕着这个财务活动展开来的 在财务活动就是投资 那么投资、用资 还有我们讲的分配 实际分配呢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它是筹集资金的一种反向的结果的 对吧 所以说要求你看到 这就跟我们会计上讲的那个现金流量表 三大类活动是不充足的 也就是财务关系是为了财务活动展开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有关各方面之间 他们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关系 哪些方面呢 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个利益相关者 包括我们讲的投资者 那么债权人 然后债务人 职工、政府、供应商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等 跟我们这家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往来 那么就会成为我们这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那么跟他们之间发生的这种经济利益的关系 叫做财务关系 然后财务管理的内容 按照资金运动的过程 分为筹资、投资、营运资金管理和分配管理 选择题 那么要看到的 然后按照管理的环节呢 分为这几个方面 财务的预测与规划 财务的决策 财务控制和财务的评价 等等这几个方面 好 那么下来进入到我们 基本上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认为是必考的内容的 三种财务管理的目标 首先要把他名字叫什么 记住了 利润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 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这三个 然后这三大目标当中 我们教材选择哪一个 是第二个 股东财富最大化 作为教材的观点的 每一种财务管理的目标 他的这个概念 然后优缺点 那么都要求大家进行详细的掌握的 尤其是优缺点 是我们文字性的单选 或者是多选考察的这个高评点 所以这个内容呢 我们再一次给大家进行 罗列在上面了 你看一下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呢 说明讲的 我们这个利润赚的越多越好 那么利润代表着 我企业这个财富的这个增加 那么所以说呢 你财富的增加 那么对我这个企业的目标 越接近吧 增加的财务越多越好嘛 但是呢 他这里面的优缺点 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考什么缺点 利润最大化 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多长时间赚这个钱 没说 他也没有考虑我投入这个资本 我到底投了一个亿 赚了5000万 还是投了1000万就赚了5000万 没有考虑这个投入产出的关系 另外 你没有考虑货币成价值 就没有考虑相应的这个 利润赚这个钱的风险 你是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赚这么多钱 还是投资低风险的项目赚这么多钱 他也没有具体细说 以及容易诱导我们的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那么今年赚这个利润最大了 那来年到底怎样 那么我们可能就很少关注了 好了 那么下来 这个股东财务最大化 那么它是一种我们教材采用的关注 它的这个优缺点呢 股东财务最大化 它克服了这个 在利润最大化当中 那么那几个缺点的 那么有几个缺点 那么克服了呢 它体现了时间的这个属性 那么然后呢 考虑了风险 那么规避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缺点呢 这里面 它有可能忽视对我们其他的利润相关者的利益保护了 因为它更多强调为股东创造财富 为股东增加财富 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利润相关者的利益 它把股东财富的最大 作为一个核心的主要的目标 去努力的 但是其他的利润相关者 它就忽略了他们的一些诉求了 那么另外 它可能忽视我们公司的这个应该履行的一些社会责任 对吧 所以说这些优缺点是文字型的选择题的点 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然后紧接着第三个企业价值最大化 那么这个企业价值最大化呢 它这个含义指的就是采用最优的财务 就我们讲的资本结果 对吧 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以及风险和报酬的关系 使我们企业价值达得最大 那么它这里面特点呢就相当于优点了 等等对吧 它考虑了我们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对吧 它不仅要求那么强调这个股东利益的 还考虑了其他利益相关的利益 对吧 那么只要是跟我们这个企业相关的这个利益相关者 我们都把它纳入进去考虑 对吧 以及还考虑了社会责任 对吧 这家企业要领受责任的 缺点呢 有哪一缺点呢 如何衡量这个企业的价值 那么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判定标准 对吧 而且呢 衡量起来呢 也有一定的困难的 对吧 也不容易为管理当局所理解和掌握 所以这是它的缺点 选择题要求大家看到 那么下来 第二个就是利益的冲突和协调 我们主要讲了哪两个利益者的冲突和协调 所有者和经营者的 对吧 这是其中一个 那么还有我们讲的所有者和债权人的 这是一个 你主要掌握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可以了 他们的矛盾体现在哪里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能够掌握的 对吧 所有者和经营者 就我们讲的 一个是这种有钱的人作为所有者 他没有管理经验 他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一个是有知识 有学历 有经验的人 对吧 他可能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们两个各自取自己的优点结合 那么这就形成了 我们讲这个 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经营者想着 钱多事少离家境 所有者想着 我巴不得你每天24小时吃住 在我这个公司 加班加点帮我赚钱 对吧 所以他们俩之间一定会有利益的冲突的 对吧 他们你看这里面 那么我们主要采用的 实际就是胡萝卜加大帮 你做的好 我奖励你 你做的不好 那么我拿大帮子打你 对吧 解聘你 对吧 然后呢 那么做的好 奖励你 那个接收呢 就是市场这个约束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你做的不好 你这家企业呢 被竞争对手收购 对吧 那这种情况 这种就是 我们讲的这种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对吧 你做的不好呢 自然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的 对吧 会被人家竞争对手恶意的收购 对吧 所以说这种 就我们提到这三个 解聘 接收和激励 这三个 要求大家掌握 他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然后呢 所有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我们债权人的钱借给你这家企业了 为了防止你把我们借到的钱 投放到这个高风险的项目当中 怎么办 你投放到高风险的项目当中 你赚的盆满钵满 你支付给我们债权人那个 对应的回报 还是那个固定的利率 所对应的利息 那这种情况下 对我们债权人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这个投资亏了 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债权人跟你一起亏 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所有者 拉一个债权人做个垫背的 那这种情况对债权人肯定不愿意 你赚的多了 分不给我 分不到给我更多 你亏了反而想到我 让我拉个 我做你的垫背的 那怎么可以呢 对吧 所以说债权人 这种情况下 那么要对借给这个企业的款项 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限制了 对吧 也就是说限制你再借款 对吧 这种情况 如果你再借款 就会稀释原来的债权人 那个借款的这个利益了 对吧 第二个收回 或者听这种 当我发现你有违约心理了 我收回对你的借款 或者停止对你 放心的借款了 等等 所以这是选择题 要求大家看到 那么下面一个支持点是 货币的时间价值 货币的时间价值 我们通过这张表的内容 那么给大家罗列了 那么要求大家掌握 他们之间有三对 是互为 这个 这种倒数关系的 或者说这种 是领运算的 都可以的 那么哪些呢 那我们讲的这个 复利中止系数 和复利现实系数 是相乘等于一的 普通年金 中止系数 和常债基金系数 相乘等于一的 然后普通年金 限制系数 和投资回收系数 也叫资本回收系数 是相乘等于一的 所以他们之间 这三对关系 要求大家掌握 另外 那么他们所对应的 这个 计算的这个公式 最好大家能够掌握 对吧 那么这里面的符号的表达呢 在课上给大家解释过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要求大家明白 另外 我们再谈到 预付年金 中止和预付年金 限制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提到 一种最比较简单的理解 预付年金中止 就是在普通年金 中止的基础上 那么乘以一加二叶 预付年金限制 也是在普通年金 限制的基础上 乘以一加二叶 那么我们给大家 总结了六个字 中加减和限减加 对吧 你查表的时候呢 针对预付年金中止 你查的时候呢 在普通年金中止 系数的基础上 我查多一期的 七数加一 系数减一 对吧 这就解决了 限减加呢 就是预付年金限制 我查表的时候 查普通年金的限制 系数 对吧 那个表 我系数呢 我查少一期的 对吧 系数呢 我在这基础上 减掉一期 查那个对应的系数 查了那个系数之后呢 我在基础上 我再加上一个 就限减加 你把这六个字 充足理解了 考试的时候 这个要求你计算 我们就能解决了 这个内容实在 就是大家掌握的 所以要求看到 另外 我们定元年金 这个限制的计算 那么一共有三种方法 我们定元年金的 中止的计算 注意啊 定元年金中止的计算 它就是我们讲的 普通年金球中止 你把那个定元器 给它砍掉之后 它就变成正常的 普通年金球中止了 没有什么难点的地方 那么定元年金的计算 限制的计算 三种方法 哪三种方法呢 怎么理解呢 我们这里 虽然就列了两种 那么但是呢 三种方法的思路 要求你看到 一种就是 我把这个 定元器 那么它不是有 没有一系列 等额的收复吗 我假设你有 然后呢 当做正常的 这个啊 你看这种情况 就M加N 然后再减掉前面的 定元器的 这个限制的结果的 你算出来 另外一种思路呢 我怎样呢 那么我给你先 先算到定元年金的时候 先把定元器 把一系列等额的时候 先折算到 定元器的期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支付期的 说错了 不是定元器的 记住 帮我切点啊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讲的 你先把那个支付期的 一系列等额的收复 先折算到支付期的期数 然后支付期的期数 也就我们讲的 这个定元器的期末 这是我们讲的 正常的是 这种 你看就是前面 这个计算的结果 对吧 这是普通年金 就限制的结果 你算了这个时间点 怎么办呢 再一次性复利 到那个 我们讲的这个临时点 再乘以复利现成系数 是吧 还有一种方法 你先把那个 这个支付期的 一系列等额的收复 先给他算到 最终那个终点 然后在终点 那个价值呢 乘以这个m加n 所对应的 复利现成系数 那这个作为期数的 那么就可以了 三种方法 那么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用 这个三种方法当中 任何一种方法 能够解出来答案 就可以了 三种方法呢 哪一种都可以的 所以说 这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定元年金求限制的 这里面互为 三组倒数关系的 对吧 也就是他们之间 互为定算的 我们这里又给大家罗列了 这个内容 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我们一共讲了 11个具体的指标 是吧 中值啊 限值啊 等等 你再去梳理一遍 好 那么下面一个支点 关于利率的计算的 民意利率和实际利率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这个公式呢 是给大家掌握的 这个二 指的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民意利率 民意利率呢 就一年 假如我只梳理一次的结果 对吧 我换算成这个实际利率 我的记忆周期呢 不是一年 是一个季度 或者半年度 我滚动的次数越多 我复利的效果越明显 那么这种算出来 这个有效年利率 或者叫实际利率 就比那个民意利率 那么要大 对吧 所以这种 是一加那个二 除以MM 就是记忆的 这个记忆了几次 对吧 如果说一个记忆 一年就记忆了四次 半年度呢 一年就记忆了两次 对吧 那你按照这个来算就可以了 另外 还有一个这个计算的 如果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民意利率和实际利率 他们之间怎么来计算 实际利率 是等于 一加民意利率 然后除以一加 同货膨胀率减一的 这个公式要掌握 好 那么下面一个支持点 叫做资产的收益 以及我们讲 它的收益率 那么必要收益率呢 实际上 从某种角度 就讲的必要报酬率 对吧 等于无风险收益率 再加风险收益率 那么这里面 无风险收益率呢 那么也叫无风险利率 对吧 就我们讲的RF 对吧 它是指的是 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就是纯粹利率 加通货膨胀 补贴率 两个支合的结果的 我们一般用 那个国债的利率 来代表 这个无风险利率的 通常用这个 短期国债的利率 近似的替代 另外你看到 那个风险收益率 也就我们要求 那个风险溢价 那个部分 怎么来衡量 风险收益率 它是指资产持有者 因为我选择 投入了某一个资产 或者买了某一个资产 那吧 或者买一个证券 所以它所承担的 这个风险 那么我承担这个风险 对应这么讲 那高风险 你要给我高收益 那么我那个无风险的部分 比如说收益率2% 我承担风险的部分 那么我要求收益率5% 那加在一起就7% 那么风险 那个溢价部分就5% 所以说因为承担了 更高的风险 要求那个风险溢价 那个部分对应的 就叫做 超过无风险利率以外的 那个额外的收益 它有两个因素决定 风险的大小 那么投资者承担的风险 越高 就要觉得风险收益率 就越大 另外投资者对风险偏好 风险的 就是我们讲的回避程度 投资者越回避风险 越厌恶风险 那你给他相应的风险 他要求的风险收益率就越大 投资者越能够接受风险 那么这种情况 你给他这个风险 他也能够承受范围 他要求收益率 没有像风险厌恶者的收益 那么大 好 另外下面这个内容 资产的风险激励衡量 这个是一道选择低的点 那么他会问你 下列指标当中 哪些用来衡量风险的 哪些用来衡量收益的 注意啊 我们第一个叫做期望值 期望值 我们不反映风险 仅仅反映收益的 期望值的计算 是我们跟那个 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个计算的这个模式 基本是一样的 用每一种概率 乘以这种概率下 它的对应的收益 然后相成之后 再把所有的情况 加总在一起 绣合 方差 标准差 以及标准离差率 注意啊 方差和标准差 方差开根号 就变成标准差了 那么方差和标准差 他们都是用来衡量 绝对的风险的 也就是说 这里面 这个就是 它不是我们讲的相对风险 就是这个资产的 包含的风险 到底有多大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这个 它这里面既包含了 我们讲的 系统性风险 又不含非系统性风险 方差对准差 这里面 所有的风险 之合的 整体在一起的 那个标准离差率呢 就我们讲的 用那个标准差 除以期望值 它衡量的 就是相对风险的 什么叫相对风险呢 我每赚一块钱的 期望值 或者叫 每得到一个单位的 期望值 我所承担的风险是多少 这种就 便于比较 你风险不同 收益也不同的时候 两个项目之间 他们所得 对应的风险 到底是怎样了 所以说 我们用标准离差率的计算 就能够比较 两个项目当中 风险不一样 收益也不一样 到底两个项目哪个好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种 标准离差率的计算得到 标准差除以期望值 好 那么下来 这个风险的对策 我们教材当中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内容我们认为 是比较重要的选择地的点 整体难度不大 但是要求你掌握 我们这里面教材给你举个例子 规避风险的 有哪些例子 拒绝跟不守信用的厂商 在签订合同 不跟他往来 或者在新产品的试制阶段 我发现有很多的 这个问题 就果断停止测试了 那么 那么减少风险的 那么这里面 进行准确的预测 对债务人的信用评估 还有采用多元化的投资 以分散这个风险等等 我们这里面给你举个例子 选择地出现 下列属于规避风险的 有哪些情况 对吧 或者属于减少风险的 还有我们这里提到 风险转移的 还有风险接受的 这里面 从我们这里面 给大家举个例子 从这里开始 都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对吧 尤其是这个风险转移的 对吧 就转移风险的 就是像保险公司投保 这就是典型的 转移风险的例子 对吧 所以要求把这里面 再详细看一看 一直到这里 对吧 然后呢 接受风险 就是我这个风险事件发生了 它给我带来损失的危害程度 我自己能够接受 对吧 所以包含风险自担 以及风险自保 所以你看风险自担 风险损失发生时 直接将损失 摊入成本或者费用 或者充减利润 第二个风险自保的 企业预留一笔风险金 或者随着生产经营的进行 有计划的计题 自然简直准备 等等 这是我们讲的 接受风险 作为选择题 这部分内容 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吧 我们既然到了串奖这个阶段 针对明确的考点 我们再一次跟你提到 这些内容 你务必全方便的掌握 针对你考试 有特别 有针对性的帮助作用 这个是来的特别直接的 对吧 那么下面 关于这个风险偏好 有风险厌恶者 就是他是讨厌风险的 那么风险厌恶者 他持什么观点呢 收益相同 风险较低的 风险相同 选择那个收益较大的 这就是我们讲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你要看到 所以那么 他所承担的风险呢 要求获得的额外收益 取决于这两个 风险是否 这个有多大 对吧 风险大小 风险越高 要求的回报率越高 这没问题 对吧 还有投资者 对待风险的偏好程度 越厌恶风险 对吧 越讨厌风险 你稍微给他 加一点点风险 他要求的收益率 就上去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提到的 然后还有风险偏好者 风险偏好者 这种类型的人 比较少 那么但是也是有的 相当于 他是比较这种 敢冒险的人 对吧 就是说 什么叫风险偏好者呢 那么收益相同的情况下 他更多选择 那个风险较大的 这在我们实际当中呢 也很难去理解的 对吧 他相当于是比较喜欢 玩那种刺激的类型 对吧 像生活当中 有很多那种蹦极呀 这种跳 从山上跳下去 那种情况呀 对我们讲的 这种 从这个飞机上跳下去 都属于这种 比较这种极限运动 就是我们讲 那种风险偏好的 那么就是说 预期收益相同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风险 较大的那个方案 那么风险中立者呢 他不讨厌风险 但是呢 也不这个 主动去追求这个风险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衡量这个 这个资产的唯一的标准 就选择那个 预期收益的大小 那么 他是以收益的大小来判断的 不管风险是怎样的 所以这三种类型的人 他们持什么这种观点 作为一道原子性的选择机 给你反面考察 他先告诉你 收益相同 我选择风险较小 那么风险相同 我选择收益 收益这个较大 是哪一种 这种风险类型的 那么要求你 对号入者选上 好 下面这个 指点叫做风险的分类 这个内容考了好多年 那么也考了好多遍 那么我们一定要求大家掌握的 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总的一个原则就是 针对系统风险而言 它属于共性的 所有公司都得去面对的 你通过管理决策 是没有办法进行改变的 你只能选择去承受的 那么它属于共性的 不是属于个性化的因素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提到 给你举的例子 要求大家重点去看到 那么系统风险呢 比如说发生的战争 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 高的利率 还有我们讲的税法的改革 税收制度的改革等等 利率啊 汇率的这种因素等等 都是我们讲的系统风险 所有的企业都得去接受的 没法通过投资组合进行改变的 那么它与所有的关系呢 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 并且因此获得风险补偿了 决定这个资产的 希望报酬率的高低的 针对非系统性的风险 你只要把握 非系统性风险属于个性化的 只有个别公司才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跟你做的投资角色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通过 你个别公司的做的投资角色 是可以加以改变 这个它最终的风险事件的 发生的概率 或者说大小的 所以说那么 它属于微观经济的因素 比如说某公司的工人罢工 新产品开发失败等等 那失去的销售合同 诉讼失败 那么还有宣告发现性的 矿藏 然后取得重要的合同 这都属于个别公司才有的 那么它与资本市场是没有关系的 市场不会对它给予 那么这种任何价格的补偿的 下面还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属于大家那么 必须掌握的 也就是说它属于财务管理当中 最基本的 用来衡量风险和收益的 这个模型的 那么它更多用来衡量什么 用来衡量那个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是怎么计算的 那么我们先看这里面 系统风险的衡量 我们用北达系统 北达系统代表什么 北达系统代表整个市场的 我们令整个资本市场 系统风险是一 你单个股票 单支证券 它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 是整个资本市场 系统性风险的多少倍数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就我们讲的北达系统 个别公司的这个 这个北达系统 那个同学还会有疑问 这个为什么整个资本市场 北达系统是一 那你个别公司的 这个这个北达系统 就有可能大于小于呢 那当然可以 那我们讲的 像中国人的平均身高 比如说是1米75的 那有的 有的人那2米 有的人1米6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那他相当于作为 1米75的平均身高的 换算 它是0.9或者1.1等等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北达系统呢 也这里谈到 你某个股票的报酬率 跟市场组合 报酬率之间的 正相关的前提下 那就是北达系统 我们讲是大于 大于零的 那吧 该股票的北达系统 表明这个股票的系统风险 相当于 整个资本市场 就是市场组合的系统风险 多少倍数的 那么这里面的计算公式 某一个股票的系统一风险 最终的结果是这个 你进入这三个 就可以了 选择题 这只股票 跟整个资本市场 它俩之间的相关 相关程度 就是相关系统是怎样的 另外 还有 这个单个股票 它的标准差 就原来衡量它的风险的 另外 还有整个资本市场 它的标准差 这三个选择题 多选题 能够选上就可以了 然后下来 这个公式当中表明什么呢 你看 通过这三个嘛 第一个就他们俩之间的相关系统 相关系统大于零 倍大系统肯定大于零 相关系统小于零 倍大系统小于零 那么 也就是一个是正向 一个是反向 第二个 这个股票的这个标准差 我们正面提到 另外整个市场组合的这个风险 就是我们讲的标准差 下面我们看投资组合的这个 倍大系统 投资组合的倍大系统 怎么来进行计算 这个的计算呢 我们最终是这个公式 因为我们投资组合当中 我投资某一个某一个这个证券 这个他所这个投资的比重 相对于作为权重 再乘以这个证券 他所对应的倍大系统 那么然后再加上 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投资 那么都是按照这种模式算的 他跟那个加权平均资本 成本的计算实际也是一样的 也是等于求期望值那个原理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投资组合的倍大系统 指的就是组合内 各资产倍大系统的 加权平均值 全数就是各个资产 你的投资的比重 所以这一点要看到 好 那么这个公式表明呢 一种股票的倍大值 可以度量该股票 对整个组合风险的贡献的 那么第二个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 是组合内各资产 系统风险的加权平均数 所以说 那么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系统风险 是没有办法被分散的嘛 那么所以说 我们就用组合内各个资产投资的这个权重 然后再乘以这个个别股票的或者个别证券的 它的系统风险 然后再求和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下来 这个资本资产金价模型 对吧 必要收入率是RF 再加上那个 那倍大系统 乘以RM减量RF 无限税率就RF 对吧 这以国库券的这个报酬率 最代表的 然后那个RM表明什么 RM表明是整个资本市场 组合的必要报酬率 那么它是令 倍大系统等于1的时候的必要报酬率 那个RM减量RF呢 指的是我们讲的市场风险溢价 也叫做风险溢价 或者叫风险一筹 对吧 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讲的RM减量RF越大 这表明怎样 表明我们投资者对于那个系统风险的厌恶的程度 越讨厌 对吧 越厌恶 对吧 厌恶感越强 所以他才要求那个风险溢价 才会越大 那么如果你个别证券 他那个倍大系统 又是整个资本市场的 倍大系统的多少倍 那这种情况 他要求的风险溢价就更高了 好 那么下来 紧接着 某证券或者是证券组合的 这个对应者的风险收益率 就是 就是倍大系统乘以RM减量RF了 所以这个我刚才提到 这个倍大系统呢 指的就是 这一个证券 它的系统应风险 是整个资本市场系统应风险的多少倍 RM减量RF是令倍大系统等于1的时候 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溢价就多少了 好 另外再看到这里面呢 这个影响必要报酬率的因素 对吧 无风险利率 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水平 倍大系统 还有市场风险一价 所以呢 这个公司表明呢 只有系统风险 才有资格要求补偿 因为非系统应风险都通过投资组合加盐消除掉了 我们提到啊 当这个投资组合这个证券的数量达到20个G以上的时候 基本上大多数的非系统应风险都会被消灭掉 对吧 我们只剩下的只有系统应风险 因为系统应风险是没法改变的嘛 好 那么接着到这里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关于第一章财务管理的基础 所以是主要的一些考点 那么第一章内容呢 作为考试而言 分支占比呢 也就是那么几道选择题 那么要求大家再结合我们刚才讲这个内容呢 再去把这个内容详细的梳理一遍 好 那么第一章就给大家串演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